大家好,我們這一組是功耗土地 然後另外一個特別名稱叫天龍特工地 主要是因為我們比較關心台北市 台北市的功耗土地怎麼了呢? 看一下 十年之間有六十二公頃被賣掉 到現在有三公頃已經參與土地更新 還有一大堆還在更新當中 有三公頃被BOT 最新最有名就是元雄的這個案子 那當然新一年也不為迫 就是很厲害 那總之就是公有資產都下場 好像公文都沒有什麼相關 可是又是在我們城市之中 所以我們有一些訴求 那也歡迎大家對這個議題有相關 想要一起協力的人也可以來修正這些訴求 主要的是說我們有一個插選 可以用行政區來查你家附近的公有土地 那其實這筆資料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公有的可建築空間的沒有建築物登記 白話一點說它應該是要公有空地 那我們就查一下最近也是蠻有名的華光社區 就是法務部的地在住宅區 那其實它正在做的都就是要電更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有這樣的呈現 那我們其實講不好也是要講好的 在台北市也有實際的案例 有社區的工業人或者是社會出宅 然後也有Maker的一個創意空間 那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在區域 它還是共有的大行動 那其實憲法給我們告訴我們說 我們其實國家資產是全民都共有 那我們要怎麼樣關心 知道它在哪裡 都是一個目前還沒有在還沒達成的狀態 像台北市的三個金基模 好像跟市民也沒有什麼關聯 最後的開發大概都是一個 跟我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才先做台北市這樣很慢 進化區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網址跟程式碼 都歡迎大家來看一下 那也會持續邀請大家一起做 不管是實體的企劃 因為我們想像是說 它既然是一個實體空間 那應該有一些遊戲 那或者是大家有沒有可能 一起來討論那塊地要做什麼 這樣的決策系統 或者是就單純的 因為一塊地除了剛才看的 影片資料之外 還有蠻多的文化資材也好 或者是它的在地的股市 那也有它的價值觀的角力 它其實都跟這塊共同土地綁在一起 那我們當然期待說 在資料的部分是 政府也願意公開讓大家一起來規劃 那變成一個開放式的一個 一個規劃系統 那還也是有一些 真的是很開發導向的一個資料 我們其他也是把它做一個匯整 至少讓大家一般的人 可以很容易知道 知道它的身邊有什麼樣的土地 正在賣掉也好 或者正在做BOT 或者是捷運聯合開發等等等等 甚至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它也是公同地 但是它的議題又完全截然不一樣 那我們也知道傳統領域在哪裡 也知道公同地在哪裡 那要怎麼樣面對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期待就是公共的土地資訊公開 開放過程也讓它是一個過程 是公開大家可以討論 那最後這個願景是大家可以一起剷除 而不會是好像都是看到了一個土地 結束的一個成果 然後大家沒有什麼感覺 那還是要感謝 因為這個資料也是很多空間運動的本局 然後還幫助理院的朋友 就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 那我也歡迎大家還有新認識的朋友 也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就一起來公共一看 謝謝